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今天晚上利用这个时间 给学院常住的四种弟子 还有菩提讲堂里面的四种弟子 做简单的开始 首先这里关于过一段时间 我们开极乐法会的有关事情 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同时也给大家讲一下 过一段时间我们学会这边要举行的 入行论和显广庄严论考试的事情 过了之后给四种道友念诵 乔美仁波切的极乐愿文的传承 还有佛藏大师内饶腾巴的阿弥陀佛的修法仪轨 今天晚上我们有谁开始的大概内容就这些 因为时间关心今天准备不进行做打 所以首先我给大家简单讲一下 再过大概一个多礼拜吧 也就是说我们藏礼的9月18号 9月18号开始佛学院开极乐法会 开极乐法会准备为期八天的时间 那么汉礼应该是11月5日开始 开到11月12日 我们提前跟大家要沟通一下 意思就是说各个地方的四种道友 有些人很想到学院来参加这个法会 但我的想法如果你们想来的话 现在也不一定干得上 即使干得上 到了学院以后 学院也没有什么特别精彩的一些发挥的意识 再说现在已经属于秋天冬天 这个时候学院这边的天气也是特别的冷 到了学院之后你的住处 生活各方面都有一定的困难 所以不如希望你自己所住的地方 完成学院四种弟子所念诵的一切咒语和仪轨 这是我觉得大家很容易地获得了这次开极乐法会的功德 因此我们佛学院里面的四种弟子都从现在开始 准备每一年需要完成的极乐法会的有些咒语 因为极乐法会的时候我们每年法王如意宝以前也是特别的强调 开金刚萨诺的法会每一年都是要求四种道友 每一个人连完四十万遍金刚萨诺行咒 然后开极乐法会的时候 每一个人要求连完三十万遍阿弥陀佛行咒 还有我们学院有地藏法会和词密法会 但是地藏法会和词密法会的有些咒语 对我而言 我有时候完成不了的 金刚萨诺和阿弥陀佛的咒语 多年以来也是自己不管是再忙也是想一定要完成 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极乐法会大家都知道 我们在座的不管是学密宗 学显宗 大家都是愿意往生极乐世界 而且这方面有特别强烈的信心 也有法王如意宝等 许许多多高僧大德的殊胜传承和姻缘 因此我们每一个四种佛友 大家都是从现在开始应该做好自己的准备 我知道大家一边可能有些学家心 还有念净土以及闻思等等 有许许多多的事情 这是我们学院也是同样的 我们这里不管是修行班 闻思班 还是发心班 大家都每天都是忙得扑克开脚 但是因为每一年当中能念完三十万遍 阿弥陀佛心族也是非常的殊胜 什么时候我们离开这个人间 谁也顶不下来 所以在这么好的一个机缘当中 跟这么多个僧众一起共同发愿往生极乐世界 积累四种往生极乐世界的因 这是多僧累劫当中非常难得的一种殊胜因缘 所以说我们今天这次有设的开始 我也提前提醒大家能不能往生极乐世界 创造一个殊胜的因缘呢 因为我们最近学会这边也是 一直讲极乐愿文大俗 《藏传净土法》第一本 大家都基本上学完了 现在正在学第二本的时候 那么从这一年来 这一两年来 应该认识到 每一个人领住的时候 希望往生极方极乐世界 但是要往生的话 我们没有创造一个因缘 无缘无故的 凭自己的势力 或者是用其他的因缘 而到往生极乐世界 这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因此我本人也是这次希望我们有缘的佛友 尽量的空出自己的时间 当然每一个人如果要讲自己很多很多的理由 恐怕也不一定空得出来 所以说今天因为提前 今天大概是可能10月25号吧 今天跟道友们要求 这次极乐法会的时候 如果各方面的因缘具足 我希望各个学会道场中心的这些道友 在自己的地方 学院开极乐法会的时候 你们自己也要开极乐法会 如果八天的时间 作为一个城市里面的人来讲 特别的难以空出来 如果空不出来的话 那么9月22号 我们葬礼的9月22号 应该供礼的10月9号 10月9号是释迦牟尼佛为了报道母亲的恩德 到三十三天起 给母亲说法 后来来到人间的殊胜节日 殊胜日子 那么这一天所作的这些善根有无所悲的增长 这样的话 那么另一天能不能大家在自己的道场里面 在自己的学会当中 或者说自己这一天跟学院的同步 能不能好好地发愿 我提前跟大家做这样一个交代 因为今天我们优水开始之后 开极乐法会之前 我也没有时间 所以这个日子 希望大家应该记住 11月应该是9号 我具体可能有没有查住 可能是没有的 这一天是释迦牟尼佛的天降日 我们学院也是四种弟子 也是对这个日子特别的重视 围绕这个日子 每年都是开四大法会之一的 极乐法会就是在这里开 所以我们这次也是提前做了大概有半个月的准备 我们这里有相当一部分的道友做各方面的准备 在外面的城市里面的人 不能前来学院开法会的这些人提供一个方便 说有时菩提讲堂当中在八天里面 也像前一段时间开金刚萨埗法会那样 做一个直播的工作 我们这里基本上前期的工作已经准备好了 但是因为这里的天气 风沙 还有各方面的因缘 作为发心人来讲 确实是有很大的困难 但是我们大家共同商量 只要是对外面的人有一点点的敌意 我们付出一些也是可以的 应该的 大家也愿意发心 这样一来 我们从第八天开始 也就是说11月5号开始 从早上开极乐法会的念诵开始 一直到晚上结束之前 每天都是准备 在菩提讲堂当中做一个直播 做一个法会的直播 然后到了中午的时候准备 以前我所讲过的净土教言的课 每天都是播放一堂课 准备在八天当中完成 中午播放一次 有些道友在上班或者没有时间的话 晚上也是在播放 那么具体的这些时间 再过一段时间 大概是11月1号以后 我们也做一个法会的具体通知 还有我们从法会1号开始 就是法王如意宝以前的 有一个极乐法会的时候的阿弥陀佛的灌顶 这个阿弥陀佛的灌顶 我们准备放在网上 大概是11月1号开始 我们公立的11月1号开始 11月1号开始准备灌顶 所以我的要求 你们这次愿意参加法会的 所有网上的这些道友 先一定要通过网上 听受一个阿弥陀佛的灌顶 法王如意宝的特殊灌顶 这个灌顶得到之后 然后参加八天的极乐法会 如果没有时间 天降日的时候 一定要大家发殊胜的愿 一定要想跟学院的四种弟子共同发愿 往生极乐世界 尽量做一些功德 那么也就是说 如果开法会 自己再拜访一些阿弥陀佛的灌顶 阿弥陀佛的香 然后有多少个道友集聚在一起 方便在佛像或者阿弥陀佛的灌顶面前 做一些鲜花 明灯等等 做一些供品 供养一些供品 然后大家共同这样的连诵 这是我们这次开极乐法会的时候 对城市里面的四种道友 当然很多人是特别忙的 但如果你特别忙 也是要尽量地完成阿弥陀佛的行咒 当然你们有些人可能认为 学院里面规定的太多了 一会儿念观音信咒 一会儿念念死信咒 一会儿念金刚萨埗信咒 那么念得太多了 也许可能这样想的 但如果觉得太多了 太烦了 你们不念也可以 宗教是可以有自由的信仰 没有任何一个强迫 但是我们本人也是这样做的 也就是说我们学院里面的这些四种弟子 每一年当中开发会的金刚萨埗也好 阿弥陀佛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尽量地完成 有些发心人员这把天当中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 我们提前大概是一个月当中就开始念诵 前一段时间我们极乐法会的咒语 大概半个月以前都是我本人也在念 他们很多发心人员也不断地在念 所以说我们这里城市里面的四种弟子 一定要尽量地能完成 当然你八天当中实在不能完成的话 我希望从五月 也就是说十一月一号到十二月一号之间 有一个月当中能不能念三十万遍 一天念一万遍 其实也不需要花很长时间 如果工作再忙 恐怕这个不是很大的困难 如果你们愿意把自己说念诵 或者发愿的功德需要回向 需要统计 通过网上或者是通过学会这边的一些组政 就直接给我们报过来的话 我们这边也可以给大家做一个统计 最后回向 这样的话 那么关于开极乐法会的时候 我们想跟学员同步直播 共同前一段时间金人港萨埵法会那样 这样你们很多人可能有时间了 有些人实在没有时间 有时候打开网络 一看 可能来过佛学院的人 就想起了学院的种种的一些景象 如果没有来的话 也跟这么多的僧众大家一起 哪怕是一天念一遍 普贤心愿品 念一遍极乐愿文 乔弥仁波切的极乐愿文 那这个功德也是不可思议的 所以说能参加多少 哪怕是一天也是可以的 我们现在藏地来自各个地方的在家人 他们有些人有八天的时间 八天都是参加极乐法会的 他们参加极乐法会的时候 全部都是在外面 在风雪当中打帐篷 特别的寒冷 但是他们还是很坚强的原因呆在 有些人没有这么多的时间 但是只是待一天的 待两天的 待三天的都有 因此你们城市里面的人 哪怕是这八天当中 一天有时间的话 那么你也是空出一天的时间 来跟大家共修 从早上到晚上念普贤心愿品 那这样也是很好 如果一天时间实在是没有 那哪怕是一个上午 一个下午 这样也是可以的 因为做功德和做善事 没有什么特别严重的后果 这些都是不会有的 因此说 我们开极乐法会 我本人而言 也许是现在 因为年龄越来越大了吧 现在对死亡方面 担忧的或者关心的非常多 因此说 自己也是想 哪怕是一天的时间 如果跟僧众一起念普贤心愿品 念极乐愿文 觉得这个机会是很难得的 但是我们城市里面的很多人 亲自来到这里 的确也是非常的困难 你即使来到这里 现在天气气候都不是很好的 因此可能是在八天当中夕阳 八天当中夙夜 然后极乐法会完了以后 你的假期也到了 只有回去了 到了这里以后 不但没有开到法会 反而生病 这样我觉得没有很大的必要 大家在家里尽量地能共修 对我们很多人来讲 的确是特别重要 当然你不信因果的人来讲 现在我们这样的开设和沟通 对他来讲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所以我们应该作为一个 有正知正见的佛教徒而言 我想大家一定要珍惜 过一段时间开极乐法会的时候的一些因缘 这个因缘 我讲了这么多 具体的话大概是11月5号 11月1号以后 具体我们再通过网络给大家做一些介绍 尤其是我希望我们菩提讲堂和网上法的 阿弥陀佛的灌顶一定要每一个人得到 这个机会很难得 法王如意宝亲自得到佛陀的授记 谁借缘他 能往生极乐世界 幸好我们现在已经保留着特别好的一个法王灌顶 除了这个灌顶以外 法王亲自灌过顶的 基本上都是现在没有一个完整的留下来 所以我们这次阿弥陀佛的灌顶 凡是参加法会的四种弟子 准备也是可能极乐法会的时候给他们发一个光碟 那么以前我们菩提学会当中基本上每一个人都是得过 如果得过 希望你们开极乐法会的时候再次放一下 那个时候我也给四种弟子讲过 佛尚大师内肉郎巴阿弥陀佛的修法具体的 当时我们也具体的怎么观想方法呢 也是通过三位的方式来已经做过观修的方法 所以这些对我们来讲 是往生极乐世界也是一个很好的因缘 这种因缘大家应该不要忘掉 应该捡起来好好地珍惜 尤其是我们希望从今天开始 我面前也是能发愿很好的 如果不一定是我面前发愿 凡是自己内心当中也可以发愿 不管怎么样 这次念极乐法会的时候阿弥陀佛行咒 三十万遍会往生极乐世界 一定会遣除很多的违缘和罪障 这是无奇的莲花生大师的语言 如果一个月当中实在是不能完成的话 那么两个月三个月都可以 没有特别的时间限制 凡是这次开法会的时候大家要发这样的愿 以后慢慢慢慢完成都是可以的 所以今天我第一个希望大家共同要珍惜 过一段时间极乐法会各方面的因缘 这是今天给大家报告的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再过大概是二十天左右吧 十一月中旬的时候我们做闻思A班和闻思B 这两个小作进行考试 那么进行考试的话 一个是入行论 一个是相关庄严论 那么这个考试具体的一些要求和具体的一些操作 我们通过各种不同的途径 给道友们已经做过沟通 那么希望这次也是参加考试的佛友们 从各方面考试的积累也好 考试的态度也好 当时发心的力量也各方面应该要合理合法的 如理如法的大家做法供养 因为入行论的考试题 以前都是有复习答案 这次我们没有特别的安排 而现观庄严论的还有戒意会见的 戒意会见的这个考试题 有很多道友都给我们提出 需要这个考试答案 这个考试答案 但是这次我们要考虑到各方面的原因 因为以前有些考试的文大题 很多人都是原原本本的写下来了 但写的到底是朝别人的题 还是自己发挥的真正能自己背诵 很难以分析 所以为了大家要提高自己的发挥能力 再加上自己能记得到多少做法供养 可以写得到多少 所以这么一个因缘 这次跟以前有些闻思不太相同 我们没有给大家提供一个真实的答案 因此通过自己的智慧来可以发挥 当然这个过程当中听说有些道友特别害怕 不敢参加 其实我觉得我们跟学院这些闻思的人 相比较起来的话 给你们特别的放框 应该说是复习内容的题也是很少的 而且所提出来的这些题也并不是特别的难 当然你们作为一个在家人 作为一些城市里面的人特别多的一些事情 每天都是复习的时间可能比较少 所以可能也有一些各方面的困难 因此希望你们也是理解 我们每一次都是把所有的题打得特别简单 虽然增加我们参加考试的人缘 但是有时候效果并不是那么理想的 以前我们每一次盖卷子的时候 有时候我自己有感觉到 到底真的是他们背得那么好呢 还是几个人下面都是开始进行作弊 所以我们这次为了大家学得很圆满 很合理 还有为了放置一些作弊的现象 因此这次没有特意的出考试的答案 也各方面的复习答案没有出 因此在这方面我们道友们也应该不但是要理解 而且你要培养成以后应该各方面的一些发挥的能力 或者说参加考试的勇气 有些人特别的害怕 现在实在是不敢参加 但不敢参加也没办法 这个都是自由的 但我希望作为一个发供养 我这边也是辛辛苦苦地讲每一个发 我很希望你们每一个人参加 有时候我这边发行人员的书里面 看到你们有些人的名单 有些是我认识的 有些是不认识的 但不管怎么样 人稍微多一点的时候 确实是心里很欢喜的 因为我们现在讲这些法 目的就是让大家懂得了 显宗密宗的一些佛法的意义 那么这样的意义要真正通达的话 那一定要通过考试 通过辩论 通过各方面 大家的共同复习 这样的因缘才能在相续当中生起来 所以说这次考试的时候 我希望过一段时间 我们可能给大家有不同的方便法 因此乐于参加 而且各个地方的管理人员 也不要各种不如法的行为来应付 即使有些人是不如法的一些行为来 最后得到一些讲 这不是很清净的 这不是很光荣的 如果你自己如理如法的发行和行为来 考上了一个很优秀的成绩 那么这是今世来世 都是对自己来讲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因此世间的一些考试可能很多人都参加过无数次 自己都说不清楚 而佛法方面的考试 这两年以来只有几次了 因此不管是你考得好也好 考得不好也好 大家还是要认真对待 考的时候一定要有关负责人员 考上极乐要应该严格 有些城市里面管理得非常好 大家也是人的可能素质水平都很不错的 很自觉的 有些地方我们也发现到 比如说十个人 十个人都是大的一模一样的 那么一般来讲可能是一方的隧途养一方人 可能是这个原因吧 一方的地方可能不但是养一方的人 还有成绩也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一个座里面所有的人都成绩一模一样 那肯定是有问题的 座长也有问题的 下面的人有问题的 而且有些人的错别字也是两个都是一模一样的 三个人的错别字一模一样的 有些连字体也是一样的 所以有时候我看了以后 有些地方的考试特别不如法 说实在的 这样的考试没有多大的必要 有些地方的确也是对自己和他人都很有帮助的 因此以后我们参加的考试 我们是佛教的考试 我们学院里面不管是考什么样的课 都不会有作弊的现象 这么多年以来每次都是我从来没有发现过 大家有作弊的现象 因为都是出家人 出家人一般都是杀盗阴亡 四个根本解脱属于经 当然你们考试的时候稍微有点偷看 真正是犯了根本解脱不是 作为居士恐怕也没有 因为这个也不是这种道 也不会超越这种界限 但是行为不是很好 因此今天也可能比较啰嗦吧 不管怎么样对考试 因为有这么多一些人的形象 我这边最近包括《入行论》和《显广》的人数 我最近了解了一下 还是很好的 很感谢 今天我们有色讲堂里面的很多人 也是这次发心参加考试的人 有些你还没有发心的话 你还要继续学习 尽量的参加考试 这样以后自己也明白的 哪些地方懂哪些地方不懂 这是我今天说的二层意思 第三层意思 一方面我念传承 一方面也希望我们学习加行的人也好 还有学习净土法门和闻思的人 这方面我们这里有这么多的道友一直发心 虽然我们学院现在天气特别冷 但是我们这里有这么多的人 白天晚上都是给你们提供一些方便 我个人也是对你们的学习和修加行非常的关心 因此有时候我们这里要求这个报数 每一个月当中的有些要求 也许你们可能心里有一些个别人有一点点烦恼 但是这个是佛法方面的 因此我们为了私人的事情 从来都是不给你们添麻烦 为了大家的事情 为了你们自己的成就 为这方面我们还是认真负责的 我这里的工作人员要求是比较严格 因此你们各个地方的人 一方面希望配合我们这边的发心人 你们不配合的话 一方面可能到时候你们自己也是有些地方吃亏的 另一方面 这是一种缘起 虽然他们说得对也好 不对也好 都是我这边的发心人 希望你们有一些不如法的行为 可以通过口口 通过博客也好 或者一些其他的途径可以给我们这边 哪些人的发心不如法 行为不如法 可以给我们翻译 但是我们这边的要求和安排 最好不要讨价还价 一定要如理如法地接受 我们最近各方面的学习状况 从总体上90%以上非常的圆满 我也很高兴 有一定的勇气 当然极少数人 这是很难免的 如意理解 所以说今天大概讲这么多 接下来过后我今天给大家念诵的 乔美仁波切的《极乐愿文》 这个《极乐愿文》比较长 我昨天课掌上问他们要多少时间 他们都不同的说法 我具体需要多少时间 我也不知道 但是也不会特别长 不管怎么样 我们一个小时当中应该会完成吧 因为传承念了以后 我想过一段时间开极乐法会的时候 大家可以念 加持就更大了 然后我今天在这里 一个是开极乐法会的 乔美仁波切的《极乐愿文》 还有佛桑大师 雷罗朗巴的《阿弥陀佛的修法》 这两个念诵 我就跟大家传颂 然后具体的有些净土教言方面的理解 我希望你们在八天当中 还是我们以前大概是06年的时候 讲过净土教言 当时讲的八节课 那么这八节课 后来我们做成一本书 给相当一部分的道友学过 但是后来的有些新的道友可能没有学过 那么这次这个机会 看你们能不能学完这把课 同时对往生极乐世界真正要有一种信心 这是很重要的 如果我们没有信心 不一定积累资粮 没有积累资粮 没有发心 没有发愿 不会往生的 因此我个人认为 每一个人来讲 发愿 这是特别特别重要 因此我今天依靠上师 诸佛菩萨的加持 跟大家也有这样共同的一种 沟通的因缘 那么接下来念诵 乔美仁波切的《极乐愿文传承》 好 开始好 听传承的时候 你们就不用说话 大家听着就可以 让我们知道 这种人钱 从人里面多搞得一样 但是他们已经用了 我们要这样的解释 我们要求他们的解释 让我们一定要在抗中心 我们要求他们的解释 我们要求他们的解释 就是他们把解释 做法 让我们充足的背景 然后我们要求他们的解释 我们要求他们的解释 我们要求他们的解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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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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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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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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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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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内容,也不通过 根不通过的信息,因为有参照的信息? 零不通过一个信息 真彼此是从这些信息。 他自仲满人的信息。 我想我曾经说的信息。 他自仲满人的信息。他自仲满人的信息。 他也曾经说的信息。我像一个信息。 他们说的信息。他们说的信息。 他在这些信息。他所 escol的信息。 他要跟他们el共的信息。他自然 作为了信息。 他想在以前煌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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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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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念一百遍啊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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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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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